九二年开始,关心高雄财三的民间团体,包括高雄财三会、高雄市野鸟协会、高雄市绿色协会、高雄市文化爱河协会、高雄教师会生态中心以及地球公民协会,共同陆续发起了财三自然公园催生运动。 历经十八年的民间运动及论述,财三国家自然公园终于进入了法律的保护,并且开创出新的国家环境保护体制。 今天通过国家公园法修正条文,朝野均应感谢民间社团长期以来积极不断的贡献。 这个运动历经十八年,直接促成本法修订的,要从2008年说起。 2008年,高雄市政府陈局市长在民间力量的引领之下,共同发起守护财三论坛,发表催生财三宣言及行动方案。 2009年10月并面臣吴敦义院长。 2009年12月11日,吴敦义院长回应民意,提议可以化为财三国家公园,这一路走来而有今天的修法的成功。 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生态保育的典范,是高雄人对乡土环境热爱及对历史反省的深刻故事。 在民进党团,国民党团,武党联盟党团,三个党团共同提案下,今天不分朝野支持本案通过。 这是高雄人向自己跟向国人骄傲地说,大高雄新环境,新人文时代来临,也是台湾迈入五都时代,大高雄市成立以前最具有意义的礼战。 这是一个由下而上,大家朝野党团共同合作的产物。 我们在这里表示欣慰、高兴、感谢、非常的开心。 恭喜财三国家自然公园。